日前阿彌陀佛跟發張心帶領在非洲接受作用的合同 來臺灣開始走完感恩的力度 要讓在臺灣有幫助過他們的作用北部 來看到合同的合適各個 在來到嘉義表演的時候 也在在迫住革命時過迷 當時也跟革命時有在他們的音樂作為來作好當 當然今天聽那個院長講 大概他們好像四天裡才是第一次 到臺灣來 尤其高平市有這個機緣跟高平優惡的孩童們 這一個互動 相信對高平市的孩童們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緣 同時剛剛由院長的口中 瞭解到這個團體 在非洲已經有三十幾年的過程 尤其剛剛聽說是由費里法師 他一手把他籌建起來的 這種善心真的令人敬佩 那這次來臺灣來我希望能夠引起一些迴響 讓大家了解到有一些善心人士從臺灣到非洲 在從事教育的工作讓非洲的孩童有一個受教育的機會 讓他們這次活法 這次活教 有一個善的種子在非洲可以散佈出去 雄母東書 陳俊宜標誌 這次可以讓高平市郵頂的合作 跟阿密達福光法中心的合作 做互動也是這次很難得的機緣 當時也希望這次的機會可以讓民眾知道 在臺灣有這些人去到非洲做教育的工作 將要散佈出去 我們是從非洲 納米比亞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來到臺灣 這次納米比亞的孩子呢 他們是第一次來臺灣 但是以往呢 我們已經有馬拉威賴索托跟史瓦蒂尼的認同 來做這樣的一個參訪交流活動 我們的發起人惠禮法師 他是在臺灣出家的一位法師 那他在非洲已經30年了 然後他創辦發起這個孤兒院 以及學校呢 是為了要幫助非洲平同 那在這個機會之下呢 也把我們中華的這個文化帶入 還有佛教的元素帶入 讓孩子有機會去培養 他們一個善念慈悲心 那我們孩子除了受當地的教育以外呢 也有學習中文 他們也會說國語 然後也有學習武術 因為在非洲在一個醫療 比較貧乏的一個狀態下呢 他們要去生病啊 要去醫院都不容易 那醫療資源也比較缺乏 所以惠禮法師就希望 用一個武術的這樣的機會 來鍛鍊他們的身體 讓他們變得比較健康 然後也減少他們生病的機會 那也就這樣子發展出來 變成他們在武術 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那每年回來也會用武術 來跟所有的助養爸爸媽媽 還有學校做一個交流 醫療陳明如表師 這些姻子來自南米比亞 也是第一次來台灣 但是非洲其他地方的姻子 都已經來過台灣了 他們在教育上 除了當地的教育以外 也會特別讓他們 合宿中文已經募集 除了提供我們的文化以外 也希望讓共心健康 最新新聞 你只要破主席 蔡宏伯德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 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